关时事解决事 朋友们好 欢迎来到第一时间 我是远山 这两天最受关注的 应该要算82岁高龄的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了 日前 英国金融时报率先透露说 他准备在8月份率团访台 这一下就抓了锅了 中共方面的反应也很大 中共外交部 那当然是首先跳出来 表示坚决反对 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 甚至挑衅扬言 要让共军军机 半飞佩洛西的左机 乘机飞越台湾岛 所以这也让美国军方 感到十分的忧虑 就在周六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 一个叫做罗金的 就转轮透露了一个重大的消息 说美国军方考虑出动 航空母舰或者是战机 予以护航 好在行程中 近距离的提供公众支援 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有可能给台海局势 扔下一颗重量炸弹了 这篇专栏文章就说了 作为民主国家 民选领导人的佩洛西 完全有权 在不受中方干涉的情况下 前往台湾 所以白宫呢 将可能不会推迟 佩洛西的出发 因为这可能会让拜登 显得在台湾问题上 表现软弱 并且关键是 会让北京误会 其强硬的威慑策略 是行之有效的 从而对美国代表团访问台湾 具有否决权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美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局面 也就是什么官员可以访台 什么官员不能 要由中共来说了算 这边美军可能派军舰护航 中共那边呢 也不甘示弱 英国金融时报同样也是在星期六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说中共已经私下警告美国 如果佩洛西访问台湾 大陆可能对此采取军事措施 possible military response 报道还提到 白宫正在评估 中共是真的在威胁呢 还是在采取边缘政策 以试图迫使佩洛西 放弃台湾之旅 文章还举出了另一个例子 来加以佐证 也就是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本周突然缩短了在华盛顿停留的时间 提前回到了北京 这一方面是由于中美关系持续紧张 另一方面呢 也可能是在为即将到来的 拜登和习近平的最高级别的通话做准备 所以啊 从目前的态势发展来看 佩洛西能否成功访台 还是一个未知数 背后涉及美中决例 去和不去 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们呢 还得持续关注 不过呢 各位看官 成和不成 这都将是一场精彩大戏啊 这儿说完台海局势呢 接下来我们再谈一谈 其他的一些世界大事 今天我们重点说一说 俄乌战场 先来说说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 粮食 这两天国际上还有一个重大消息 就是标志着粮食危机出现重大缓解的俄乌两国粮食协议的签署 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全球主要的小麦供应国 俄乌战争引发了全球性的粮食危机 而普京呢 也正在利用那些小国和穷国的人民的饥饿 作为他的战争武器 世界粮食计划署提供的数字是 这场危机使大约4700万人陷入了严重的饥饿 人命关天呢 最终啊 在联合国秘书长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共同卧旋下 土耳其和联合国在周五 分别与俄乌两国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 签署了一项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乌克兰粮食安全运输倡议 又称为黑海倡议 规定要重新开放乌克兰的黑海港口 放行粮食出口 此前由于战争啊 已经导致了大约2000万吨的穀物 被滞留在乌克兰的南部港口了 不过啊 一波三折 翻车也来的真是太快了 这历史性的协议签完还不到24小时 磨叽未干啊 当地时间23号 乌军就报告说 俄军两枚口径飞弹 击中了南部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奥德萨港 另外还有两枚飞弹 被当地的防空部队击落 而这奥德萨港恰恰是乌克兰 用于粮食出口的最大港口 这一下全世界都震惊了 同声谴责 普京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痛批俄罗斯的野蛮行为 他周六在接待来访的美国国会议员时 简则说 无论俄罗斯说什么 承诺什么 他都会想办法 不加以执行 泽伦斯基此时的痛和愤怒可想而知了 如果这么搞 这以后俄国佬的话 还能信吗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关键词 海马斯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 战场上大展神威 一战成名 成了扭转战场局势的大明星 周五拜登政府宣布 向乌克兰提供价值2.7亿美元的 最新一轮军事援助 这一最新的军事援助之中 除了包括订购多达580架 最新型的凤凰幽灵无人机外 还包括了四个增加的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 加上已经给的12个 这样就是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海马斯系统的总数达到了16个 本周早些时候 乌克兰国防部长叫做雷兹尼科夫的报告说 乌克兰军队已经使用海马斯火箭炮系统 摧毁了大约30个俄军指挥战和弹药库 当然也有另外的数据说 已经超过了50个 现在的最新战况是 在南部的荷尔松 乌军已经把海马斯转移到了 赫尔松市以西 大炮射程覆盖了安东诺夫斯基大桥 这座桥梁啊 是赫尔松南部地区的一座关键桥梁 英国国防部指出 如果乌克兰最终摧毁了这座关键大桥 对俄罗斯来说 将是一个重大的军事挫折 这海马斯啊 简直就是俄军的眼中钉 肉中刺 已经成了战争的一个拐点 是名副其实的game changer 所以说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克夫 最近就说了 他的部队需要至少 100套这样的远程武器系统 大家觉得 美国人会给到这么多吗 不过呢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叫做亚当史密斯的 周六率领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 到访基辅 史密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西方盟友目前的目标 是将部署在乌克兰的火箭炮系统的数量 增加到25到30套 这也就足够多了 海马斯已经让俄国人够头疼了 但这还没完 美国空军还打算向乌克兰提供第四代战斗机 据防务新闻22号报道 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和空军参谋长布朗说 准备给乌克兰空军换装先进的西方第四代战斗机 而且布朗还大方的说 不只是美制的F15和F16 还有欧洲的台风 瑞典的施救 以及法国的飙风战机 甚至还有美国空军早就打算要淘汰的 大量的A10油株攻击机 这些都可以润选 总之是选择多多 乌克兰人你们自己看着办 适合哪款选哪款 这下好 一旦这些先进的四代战斗机到位了 俄国人那就要旺鸡星探了 最新还有一个消息 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披露 俄军掉进了一个大陷阱 由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反攻 多达两千多名的俄罗斯军队 在赫尔松地区遭到乌军包围 俄军试图突围 却被乌军的火力压制 目前唯一的七公里的出口 也被乌军火力控制了 而且更可笑的 是俄军居然提出要让乌克兰方面 让出一个绿色通道来 不过此举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断然拒绝 这道理也是说得通 你俄军在围困马里乌布尔的时候 怎么没说要给乌军留出一个绿色通道来呢 所以乌克兰这是要瓮中捉鳖呢 还是要瓮中捉鳄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了 感谢您的耐心收看 记得订阅分享 点赞留言 并且打开小铃铛哦 第一时间时评在先 我们下回再见